接下来的三天,温亦凡照常上班 桑岩似乎有什么忙碌的事 从聚会结束后,她一直没回来过 但她非常遵守之前提的规则 每天晚上十点,温亦凡都会准时收到她的微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说话的字数也渐渐减少 第一天,桑岩今晚不回,锁门 第二天,桑岩不回,锁门 第三天,桑岩,锁门 温亦凡的态度倒是一直保持一致 每次都回复好的 隔天下午,温亦凡跟傅壮外出采访完 到编辑机房剪片子 前段时间因为学校的事情 傅壮请了好几次假 所以这段时间接连上一周的班都没轮到假期 她趴到桌上,唉声叹气 哎,太难了 温亦凡随口接,难什么 昨天老钱又把我臭骂了一顿 傅壮坐直起来,绘声绘色的模仿起前卫华的语气 说我剪的是什么狗都拉不出来的屎 给我提修改意见,比她自己重新剪一个还难 嗯 温亦凡侧头,那就让她剪 这不让她轻松点 没了两秒,傅壮继续老老实实剪片子 那我还是自己过得苦点吧 温亦凡没多言,又看了遍刚写完的新闻稿 确认无误后便发给编辑 等待审稿的时间,傅壮又跟她聊起了天 扯到之前中南世纪城那场火灾的事情 对了姐,我跟你说个事 我们之前采访你同学的那段不是剪到新闻里去了吗 嗯 然后我昨天发现有人剪了个奇葩采访合集 把这段放进去了 傅壮觉得很搞笑 笑得浑身发抖 还挺火 他都排到吊诈某站十大人物之罪了 还真应了我那句又惨又牛逼 现在都说他是美拽惨 傅壮说 因为我们虽然糊了半张脸的马赛克 但颜值看着依然非常能打 温亦凡不关注这些 倒是不知道这个事情 影响很大吗 那倒没有 毕竟打了马赛克 就是还挺好玩的 那就行 恰好稿子过审了 温亦凡又转发给配音主持 起身说 你一会儿自己下载主持的配音吧 有什么问题在找我 我得回去写提纲了 好 傅壮收了心 戏非常多 孤独 是强者的必经之路 温亦凡今天没加班 把提纲写完后 便回了家 拉开门 温亦凡习惯性地伸手去摸开关 突然发现此时灯亮着 他顿了下 下意识朝沙发的位置看了眼 看到客厅依然是空荡荡的 玄关处多了几个鞋盒 此时搭成高高几层 整整齐齐的 旁边的鞋子倒显得乱 仿佛是进门之后随意脱掉 也没刻意放置 温亦凡往次卧看 也不知道桑岩此时是在房间里 亦或者是回来了又走 温亦凡没在意 坐到沙发处倒了杯水 他慢吞吞地喝着 往周围扫了圈 总觉得房子里好像有了什么变化 东西似乎多了不少 茶几下方放了几罐不同牌子的奶粉 旁边还有水果麦片和可可片 电视柜柜门没关 里头各式各样的零食满到塞不下 有些直接搁到了电视前 餐桌上放几个黑色的箱子 用保鲜膜裹着 看着像是装的水果 温亦凡收回视线 暗暗想着 这少爷的生活水平确实挺高 百无聊赖之际 温亦凡想到了副状的话 温亦凡翻出手机 下载了个某站 把水喝完 他起身走进厨房 恰好下载完毕 温亦凡点开 看到近期点击排名第一的标题里 就有个美拽惨 他边把杯子冲洗干净 边点开 手机瞬间传出桑岩冷冰冰的声音 我很快乐 希望你也能像我这么快乐 手机音量开得有点大 在这安静的空间里 可以称得上是震耳欲聋了 温亦凡被吓了一跳 他立刻把水关上 腾出手 把声音调小了些 与此同时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温亦凡回头望去 就见桑岩也进了厨房 温亦凡捶头将手机吸平 有些尴尬 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听到刚刚的声音 但桑岩像压根没看见他一样 没说话 也没朝这边看 只沉默着开了冰箱 温亦凡也没主动说话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锤眼时忽然注意到 之前一直漏水的水龙头被修好了 此时没再滴水 见状温亦凡才认真看了眼厨房 旁边总打不着的燃气灶 也换了个新的 旁边还多了个电磁炉和微波炉 甚至连榨汁机和烤箱都有 他的眉心一跳 头皮发麻 脑子里头一冒起的想法 就是 这些平摊下来得多少钱 温亦凡犹豫 这些是你买的吗 桑岩看着是刚洗完澡 穿着休闲浅色长裤 上身随意套了件外套 他没理他 从冰箱顶上拿了包泡面 伸手扯开 看上去像是要自己动手做晚饭 温亦凡觉得 这个画面有些违和 毕竟在他看来 这人应该是个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娇娇大公子 没人给做饭 估计也只会叫外卖 哪知还会主动进厨房 温亦凡继续说 如果是的话 你列个清单给我 我把钱丁转过去 桑岩敷衍的嗡了声 打开水龙头 往锅里装水 感觉他不想搭理自己的态度很明显 温亦凡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嘴唇又动了动 那我回房间了 你整理好之后 微信发给我就行 还是意料之中的 没有回应 温亦凡一时半会儿 也分不清这是常态 还是他此时情绪不好 他没再找存在感 转头回了房间 他坐到椅子上 打开手机 看了眼银行卡里的余额 呼得叹了口气 要不找个机会跟他谈谈 如果之后还要买这些公共用品 得跟对方先商量一下的事情 想到这 温亦凡又想起桑岩刚刚的态度 唉 跟他沟通也是一件难事 过了一会儿 温亦凡莫名又觉得 这状态好像也挺正常 毕竟当时桑岩都强调了那么一句 不要跟他套近乎 之前两人间有对话的原因 也只是因为 他要给自己的酒吧招揽点生意 但最后 他一分钱没赚 反倒倒贴了小一千 温亦凡思考着 他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心情不悦 他纠结了一会儿 又打开计算器 算了算那天的账 想把中思桥和向朗那份也付了 但这数目对他来说不算小 温亦凡只能付自己的那份 不过 这都过了好几天了 突然给他转这笔钱 好像有点尴尬 温亦凡放下手机 干脆等他把清单发过来 再一起给他转过去 但一整个晚上 桑岩那头都没有任何动静 温亦凡后知后觉地发现 桑岩似乎是完完全全 把他当成了空气来看待 仿若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偶尔他不经意发出什么大的动静 他也像听不见似的 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两个人像是生活不同时空的同个地方 温亦凡不是自讨没趣的人 提了几句后也没再主动说话 只当是两人互不干扰的合租生活正式开始了 除夕前一天晚上 到阳台收衣服的时候 温亦凡接到了中思桥的电话 他抱着衣服 把晾衣杆放到一旁 听着那头中思桥的话 你明晚加班不 明晚吗 温亦凡没意外的话应该不加 那你明天回家吗 不回吧 中思桥邀请他 那你要不要来我家 咱一块过年 温亦凡很诚实 我懒得跑那么远 中思桥说 那你休息那么多天 你不分一天给我 你还挺残忍的 温亦凡进了客厅 声音停住 也不知桑言是什么时候从房间出来的 此时正垂着眼 坐在沙发上看手机 他换了身衣服 表情照就很淡 看着像是要外出 温亦凡收回视线 往房间的方向走 边平静地继续跟中思桥说话 等我真的休息很多天 你再跟我说这样的话好吗 中思桥笑出声 那对比起平时 你这放的不确实挺多了吗 温亦凡 我就只想睡足三天三夜 回了房间 中思桥突然问 对了 那桑言过年回家吗 当然回 似乎是觉得 他这个问题有些奇怪 温亦凡语气纳闷 他家就在本地 跟家里关系又不是不好 过年怎么会不回 哦 中思桥说 也对 温亦凡躺到床上 中思桥又道 你跟他相处得怎么样 也谈不上相处 我俩就是 温亦凡斟酌了下言语 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 没有任何交流 我现在看到他 都有种他是幽灵的感觉 哪有那么夸张 中思桥说 那天去聚会 不是好好的吗 文言 温亦凡一愣 不知怎的 脑子里忽然闪过向往 那个真心话的答案 很快 他回过神 笑了笑 就是跟聚会时的状态差不多 又聊了一阵 温亦凡听到玄关处 传来关门的声音 挂断电话后 温亦凡在看微信 发现五分钟前桑岩 给他发了微信 桑岩 年初八前都不回 直接锁门 桑岩 冰箱里的东西 帮忙解决掉 桑岩 谢了 温亦凡眨了下眼 赵丽回了个好的 除夕当晚 温亦凡七点 就回到家 温亦凡把门反锁 先是洗了个澡 做好一切睡前准备后 拿了个小毯子到客厅 他躺到客厅的沙发上 春晚已经开播一段时间了 钟思桥一直催促着他 还在微信上 同步给他发着消息 温亦凡回了剧 我也打开电视了 翻了翻消息列表 温亦凡一一回复了祝福短信 看到赵燕东的消息时 他迟疑了下 回复了剧 今晚要加班 新年快乐 窗户紧闭 因为没有空调 仍然有些冷 除了电视里传来的闹腾声 室内没有多余的声音 温亦凡裹上毯子 盯着电视上的欢声笑语 完全无法被这些情绪感染 如果不是放假 他也记不起来 今天是除夕 他吐了口气 心不在焉地刷着微博 没多久就想回房间 温亦凡其实对春晚 没什么兴趣 他一直觉得 这只是一家人在除夕夜 聊天玩闹时 用来充当背景音乐的东西 自己一个人看 总觉得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微信那头的钟思乔 还在兴奋地跟他讨论节目 温亦凡不想扫他的信 思考着要不弄点东西来吃 在这个时候 房子的门铃声呼地响起 温亦凡看了眼时间 此时已经接近九点了 也不知道会是谁 温亦凡觉得奇怪 又有些不安 他走到玄关 顺着猫眼往外看 明亮的楼道 桑岩插都站在外头 他松了口气 把门打开 你怎么回来了 桑岩瞥他一眼 难得地开了口 家里来亲戚了 没地方睡 温亦凡点头 没多问 又回到沙发的位置 桑岩换上拖鞋 坐到另一张沙发上 两人都安安静静地 不发一言 在这种节日 室内突然多了 另一个人的气息 温亦凡总有些不习惯 不自觉往他的方向看 过了一会儿 桑岩先有了动静 他起身 往厨房的方向走 注意到他的动静 温亦凡看了过去 就见桑岩从冰箱里 拿出一包挂面 一盒丸子 以及一盒蔬菜 随后 他还从冷藏室 拿了一包素冻饺子 看起来是打算 弄个宵夜吃 温亦凡不太相信 他会煮东西 暗自希望着他 不要用燃气灶 煮这点东西 用电磁炉就足够了 温亦凡很怕他 会把厨房烧了 过了几分钟 温亦凡听到厨房 传来燃气灶打火的声音 他开始忧据 但想到两人 现在的相处状态 又不好貌貌然地过去 坐立不安了一阵 厨房里响起水开了的声音 与此同时 桑岩呼地喊了他一声 温亦凡 凭两人先前的状态 这人能喊他名字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这让温亦凡更加确定 是出什么事了 瞬间起身走过去 怎么了 刚进厨房 温亦凡就见桑岩手里 还拿着挂面的包装 但里头已经空了 他的动作有些僵 盯着沸腾的锅 看着似乎是把整包面 都下了下去 场面像是定格柱 几秒后 桑岩抬了头 面无表情地说 煮多了 桑岩第一眼 把包装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似是随口丢了去 帮忙吃点 好 下一个 S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